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花博与三猫 看到了我是三猫 今天我们三花村第一届公猫公猫挑战赛现在开始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赛道 我们一共有五个关卡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位是我们的白呆呆选手 是一名策略型老将 他正在检查赛道 哦 抓住了 很好 又放弃了 果然是非常谨慎呢 可惜 刚刚是作弊行为只能拿一个基础分 第三关相对比较简单 身材纤细的选手会比较有优势 很轻松 很轻松 白选手看起来毛很厚 上面全是手柔 来到第四关 白选手出手试探 看水里是否有食人鱼 看来是安全的呢 好 吃到第一个关卡奖励 非常意外 白选手居然放弃了比赛 第二位是我们的猪头选手 非常健碩的身材 人称有点暴躁小钢炮 毫不迟疑完美拿下了第一关 飞速的通向了二仙桥 第三关对猪选手来说很难 拭目以待吧 勉强通过 看来猪选手非常了解自己的腿肠 迟迟不敢下水 打面 打面 早点一下间距 猪选手呼叫了场外协助 但是还是怂了 没想到小钢炮也有生效的一天呢 第三位选手 大家就很熟悉了 来自运动员世家的中分选手 观察赛道 尝试通过 可惜 臀部受阻 只能拿一个基础分了 我们的大师兄有点过于稳健了 似乎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 这聪明会被非正常猫咪研究中心 抓起来做横签面 好 完美 很稳很稳 这是第一天第一任到达最后一关的选手 他需要飞跃前面的网红桥 哎呀可惜了小伙子啊 没有走正道啊 非常遗憾 差一点就打破了比赛记录 第四位选手扶大头 他的比赛宣言是突破自我 不做熟猫 不做熟猫 第一关轻松拿到一个金属分 第二关 卡过了他的大头 福智哥一改往日的小松松居然直接躺水而过 虽然违背比赛规则 但是一套星云流水的动作相当有可观性 让我们为福智哥鼓掌 今天不是浮松松 今天是猛男 你好勇哦 你怎么那么勇 哎呦 九打滑 只是九板星打湿了一点点 采访 请问你觉得你这个方法算通关了吗 今天最后一位选手 这 看来是直接躺平了 试图蒙混过关 但是谁又能抵抗蒙古小猫咪的要求呢 为我们所有比赛的小猫咪点个赞吧 演唱会 故事 因为你更不孝 这两个 太阳 演唱会 有点真烈的 还想说 演唱会 演唱会